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冬季是大多数植物最不喜欢的季节 因为寒冷和干燥 想要安全过冬很不容易 而对于养花者而言 也希望自己种植的花卉 能够平安过冬 不过这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这个时候我们不妨换一个思路 那就是直接买几盆 适合冬季种植的花卉 放在室内 既美观又省心 看老杨哥推荐的这三种花卉 首先都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颜值高 颜色喜庆 摆放在家里能天色不少 但是对于养花者来说 冬季花卉好不好养活才是关键 跟大家推荐冬天养蝴蝶蝶蝶比较合适 因为蝴蝶蝶蝶到冬天来了 他们就是马上到过年的季节 喜庆 还有这种蝴蝶蝶 它就是一种爱情的代表象征 比如人家那些送女朋友 或者是结婚那些都送蝴蝶蝶 那是比喻比较厚的 其实蝴蝶蝶蝶 保持它的使用要达到七八度以上 蝴蝶蝶很多朋友的武器 就是经常浇水 会把这个蝴蝶整齿不好 根本会浮沙 然后就会影响它的生长 和它的关生价值 所以我们的蝴蝶蝶浇水 大家朋友先控制住 浇水 经济时间起码到20天以上 这个漂亮的红果果 大家不会陌生吧 这就是近几年非常流行的北美冬青 因为外形独特 颜色喜庆 而且非常好养活 所以毫无悬念地 也上了老杨哥的推荐名单 冬青啊 这个植物 意义就是红红和和 吃鱼红和和 家庭红和和和 这种氛围在里面 过来的时候 关上其实很长 基本上有个对面 老卫生或者我们的市民 都喜欢培着植物 这种植物呢 我们还是最通风嘛 工资要强一点嘛 冬青这种东西呢 它是不怕冷的 实外没有问题 仰台上都没关系 冬青好养活 但是相对来说 价格也不便宜 价格也就是两百块钱 实际上如果价值 比其他花呢 同比来说 价格也不是很高的 但是你都关上去长 如果觉得 北美冬青价格偏高 下面老杨哥推荐的这一款花 可是性价比超高了 推荐这个第三款植物 这叫仙客来 它的价格也就是说 二十块钱 这种花围呢 它是也很喜庆 开的花有红花 黄花 风花 枝花 都有啊 而且它这花期很长呢 新起来的花期呢 它就是从这个 四一余 初 可以开到一余地 一般这种花是放在 我们的客厅的这个 烧把砖角啊 这灯光墙的地方就可以 多焦水不怕 不能烧焦水 还有这种花呢 就是看到它开过了 我们要给它拔丢 拔丢它下面有很多新花 不看吗 像这种 所以说很多乐部性的误区 那种不关注里面 花开过来不动啊 不动就会怪了 它会感染 会复杂在里面 就会影响其他的花呢 那么这些漂亮的花放在家里 对于室内空气 会不会有影响呢 有很多这个花就会担心 这种植物放在家里面 会不会对身体啊 这些有不好的这个情况 所以说今天我就来跟大家讲 因为这种花这种植物 对人家是很好的帮助的 它这个是专门是吸收 家里面这些不好的空气 就吸收二氧化 四方氧气 像这种植物是很好的 它一片多 所谓私称园艺师 老杨哥给大家推荐的三种植物 不仅外形漂亮 而且观赏街长 好养护 花友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 选择适合的 趁现在花卉还没到涨价期 赶紧买回家吧 喜欢用发你都晓得 一到过年一个时间呢 有一些绿植啊 发枣啊 家里面就比较高了 趁到现在还没装家 还没买个时间 买买的费的 因为过去发 发剂都蛮绒 又好用又切 放到过年 一点问题都没有 好 休想们进入广告 广告世界天多精彩 理论别承论 马上完美 地宝当家栏目 由长康百分百 纯芝麻油赞助播出 四相反发的我们亲爱的 我们好家好玩好感的 都在地宝当家 电视机前的家伙伴们 你们在我里 是不是要亲自我们的 感觉的景观 就是小朋友啊 一飞到我里 哪里都不接 这就是我的沙发上 否则混在这种上 软这个手机 掉那个屏幕 哪个电视网 就都给某样的用 一心呢 就这个在手机里的 如果说 你想要改决 心爱的手机上 有一个问题 我们就需要了解 小朋友心理需求 具体能处理 别急 我们讲到的心理状态 那么继续吧 Hello 大家好 我是心理咨询师盖竹 今天我想和大家 分享的主题是 了解孩子的心理需求 解除孩子的手机 经常会有家长 向我抱怨的 孩子啊 对手机是越来越依赖了 饭可以不吃 觉可以不睡 但是手机不能不玩 其实孩子喜欢玩手机 它背后是有原因的 可能是 它的某一部分的心理需求 没有得到满足 说到心理需求呢 我不得不向大家 浓重地推出 马斯洛的需要陈词理论 它是由美国心理学家 马斯洛提出的 他将人的需求呢 分为五个陈词 最底层呢 是生理需要 包括吃喝拉沙睡 而第二层呢 则是安全的需要 包括经济的安全 身体的安全 环境的安全 而第三层呢 则是爱和归属感的需要 我们需要有和谐的人际关系 第四一层呢 则是尊重的需要 那第五层呢 则是自我实现 包括个人成长 理想的实现 潜能的发挥 这五个层次的需要呢 第一层和第二层 是最基本的需要 而后面的三层 则是高级的需要 现在家长呢 更多给到孩子的是 最基本的需要 而对于更高级的 这些需要呢 往往是孩子所或缺的 所以在孩子玩手机的 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需要去了解 孩子所或缺的心理需要 是什么 以便了解他玩手机的 原因是什么 我们才能够帮助孩子 解除手机营 第一 是缺乏爱与归属的需要 比如孩子玩手机 是为了打游戏 特别是主团的游戏 可能孩子是在社交方面 是有所欠缺的 家长就需要在这方面 去帮助孩子 或者孩子是喜欢 刷刷小视频 看一些有趣的事 那可能孩子是会觉得无聊 不知道应该做些什么 那针对这种情况呢 家长可以经常和孩子聊聊天 多陪伴他们一下 培养一下他们的兴趣爱好 第二点呢 孩子缺乏安全的需要 孩子玩手机 是为了躲避父母的争吵 对于这种孩子呢 父母需要给孩子 营造安全舒适的家庭氛围 第三点 孩子缺乏尊重的需要 比如在现实生活当中 得不到父母的尊重 同伴的尊重 他们就可能会想着 要到网络上面去 寻找这种尊重 对于这样子的孩子 家长需要多听听孩子的意见 多让孩子做主 还有一些孩子呢 在学习上没有找到成就感 于是呢 手机就变成了 它的一个逃跑机制 这种孩子是缺乏 自我尊重的需要的 那第四一种 几个层次都缺乏的 比如 父母本来就手机不离手 那之间的关系 也非常的不融洽 和孩子也缺乏沟通 孩子可能就会有样学样 也把手机作为自己的一个消遣 针对这种情况呢 我们可以在家里面 设置一个养鸡场 那回来的时候呢 我们家长和孩子 就把手机就放在这里面 如果中途需要玩的时候呢 就站在养鸡场的旁边玩 这样呢 就增加了家人之间 相互交流的机会 同时呢 我们还可以多组织一些 集体的活动或者是游戏 让家里面的爱流动起来 总之呢 我们家长需要多观察 多了解孩子所或缺的 心理需要 及时地补给 这样子解除手机影 就不再是难事了 要想改足学本有个手机影 除了留改心 还是个心理需求 家长们还是一种 只剩出气 现空之下是感觉手机影 如果你要玩手机 就不要再吸开这面间弯 多数一点是亲自我动 应造一个两个家庭氛围 改足学机影 就不会是难事 就不会是阻碍了 反正的文化 不许多的一件衣装 对 你的心理 是 对 没ní 组碍 在 第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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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目前的研究的话发现 可能和这几个因素有关系 第一个就是遗传因素 第二个因素的话 可能和环境因素有关系 包括紫外线的照射 包括一些染发剂等等 都可能和它有关 第三个因素的话 可能和感染有关系 有时候一个感染的话 可能就触动了扳机 导致了这个疾病的发生 那么最主要的一个因素 还是自身免疫功能的紊乱 全球每10万人里 有40到100人患有红斑狼疮 中国的患者人数超100万 为全球最多 中国人群的发病年龄更早 发病率更高 其中以年轻女性为主 皮肤是红斑狼疮最常受累的器官 除此之外还可累积肾脏 血液系统 神经系统等 多个内脏系统 如果一个患者出现了 多个系统器官受累的话 不能用单一系统的疾病来解释的话 要考虑到系统性红斑狼疮 尤其是育龄期的女性 是一个高发人群 红斑狼疮目前仍缺乏根治手段 需要终身管理定期随访 根据评估实时调整至最佳治疗方案 蓝疮患者的话 我们提到了要避免感染 第二个就是紫外线的照射 不要在大太阳下面晒太阳 因为会诱发蓝疮的活动 还有就是饮食 像菌菇类的这些食物的话 蓝疮患者是不建议吃的 另外就是如果出现了蓝疮性肾炎 肾脏受累的话 整体的蛋白质的摄入也是要控制 如果早期明确诊断了以后 早期干预早期治疗的话 大部分蓝疮患者愈后还是好的 今天实验的对象分别是 暖宝宝 电暖宝和电热坛 首先消防人员用猪肉模拟人的皮肤 然后用一片刺热的暖宝宝 直接贴在猪肉表皮 另一块猪肉表皮则覆盖上一条毛巾 然后再贴上暖宝宝 等待20多分钟后 消防人员测量两块猪肉表面的温度 大家可以看到 没有覆盖毛巾的这一边猪肉表皮的温度是 41.4度 覆盖了毛巾的这边猪肉表皮是36度 千万不要将暖宝宝直接接触皮肤 也不要长时间的使用 接下来的电暖宝在通电加热后 内外温度也十分烫手 如果长时间接触人体皮肤 可能会造成低温烫伤 大家可以看到 它表面的温度已经达到了56.5度 电热水袋内部的温度已经达到了67.5度 要切记请勿边充电边使用 如果说是放进被窝里使用的话 在睡觉前一定要及时拿出 避免长时间接触皮肤 最后在电热毯温度测试中 十多分钟后 表面温度就达到41.6摄氏度 消防人员介绍 电热毯的温度一般可以达到20到45摄氏度 大火日常使用时 要避免在睡觉中被低温烫伤 千万不要把档位开到最高 在睡觉的时候一定要提前锻炼 切记不可边通电边使用 同时我们的身体也不要长时间接触电热毯 一定要表面铺上一层毛毯或者被子再使用 医生提醒 如果发生低温烫伤 第一时间用冷水清洗换处20分钟左右 以减少余热对皮肤组织的损伤 但不要用冰水去清洗 也可以用生理盐水或冷水浸湿纱布 冷腹患处 入伤口处如果出现水泡 要及时去医院处理 不要自行挑拨 这节目的节目呢 要提醒大家第一问当中 但是还是跟这四年比较进入 跟心想 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些问题 朗电力千万不要到第一问当中了 好 阿免希甜蜜故事 请让我要推荐个喜 在兄弟们国有个小剑表 来 您给新孩子 都会喜欢 我家煮饭 特别感叹 今天教大家做一个芝士红薯小煎饼 用的原材料有 红薯 饺子皮 牛奶 芝士 然后我们将红薯蒸熟 我们将蒸好的红薯去皮 再撒上一点糖 我们将它倒成泥 接下来我们撒上一些芝士碎 再倒入一些牛奶 叫它蒸半均匀 接下来我们将饺子皮再擀薄一些 我们取一部分红薯馅 将它包在饺子皮中 然后将它压平 锅里我们倒点油 我们将鸡饼一个个放入锅中 表面我们刷点水 然后撒上一点芝麻 煎至两面金黄去烤 这样我们的芝士红薯小煎饼就做好了 外焦里糯 拌盖了一个人还有一辣子 这个是永远好销法 小朋友啊 加得销得挺棒的 好 接下来是美味家中菜 马上断上座 现在我给大家推荐一下 越加越有一个菜 鸡脚烧花蟹 鸡脚烧花蟹需要的原材料有 鸡脚 花蟹 生姜大蒜子小米椒 首先第一步 花蟹下锅油炸一道 炸熟之后出锅沥油备用 再起油锅 鸡脚下锅煸炒 炒至鸡脚表皮变色时 下入生姜大蒜子小米椒爆香 香味一出 下入生抽 老抽 蚝油 上色提味增鲜 来一些啤酒去腥 加入适量的清水 大火烧煮 鸡脚烧煮入味 汤汁收浓时 下入花蟹铜炒 来一点陈醋 调味需要鸡精 盐 十三香 胡椒粉 翻炒均匀 带花蟹入味 这道味道鲜美 富含胶原蛋白的鸡脚烧花蟹 就可以上桌了 就可以上桌了 一家人对外人 修理却散 好 接下来是 都市点点了 情况以外了 我们的国家 今夜五代山 由于浪漫的 竟在这些 没有 つ 没人生而因我 有个人负负 口 只因换身益 付去走不通的路 烟烟中的残酷 由你来征服 别征服 面对危险无数 绝不后退万 火焰烂在守护 守护着世界贪图 看那一切的重心降落 它们简单行走 火焰烂在守护 守护着玩家幸福 看那灯火烂山处 世界美好如初 古兹舞台是大家绽放光载的舞台 不管是老年我年纪 又是组织的真的 到这里就是真实时间的采发 我跟观众朋友们 都等到你们现在的表演 江西电视台都市频道温馨提示 头晕头痛胸闷心慌 要警惕粘稠的血液 正在堵塞您的血管 请及时清洗 血液清血管通 心脑才好 经常头晕头痛 又清洗 经常胸闷气短 又清洗 用清洗八卫片 血液粘稠 堵塞血管 导致心脑缺血 引发头晕头痛 胸闷气短 容易堵了心和脑 清洗八卫片 270余年清洗骨方 作为一种治疗高血粘 导致心脑缺血 引发头晕头痛 胸闷气短的药物 荣获国家专利 清洗八卫片 助您 血液清 血管通 心脑好 头晕头痛 要清洗 胸闷气短 要清洗 清洗八卫片 认准猛棋牌 颈尖腰腿痛患者 请注意 请注意 肩猪炎 关节炎 可以贴 颈椎病 腰椎病 可以贴 腰肌劳损 软组织损伤 可以贴 那痛就贴哪 好用 还舒服 江中本草 远红外 骨痛贴 即远红外疗法 热肤疗法为一体 24小时 持续治疗 直接作用于 关节疼痛部位 以热驱寒 赶走湿气 驱逐寒气 疏痛经络 哪痛贴哪 适用于颈椎病 肩周炎 腰椎肩盘突出症 膝骨关节炎 网球肘 腰肌筋膜炎 腰肌劳损 软组织损伤 所致疼痛的贴肤治疗 肩周炎 关节炎 痛 颈椎病 腰椎病 痛 腰肌劳损 软组织损伤 痛痛痛 贴贴贴 颈尖腰腿痛 请用江中本草 远红外 骨痛贴 哪痛就贴哪 好用 还收负江中大品牌 值得信赖 人生如戏 戏如人生 败好的本事 也要靠个好身体 好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哼哼 那 输筋 健腰丸 专要专制 腰椎肩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输筋 健腰丸 配方砖 传承陈礼记 四百年 治药精髓 药材好 黑老虎牛大力 十三味药材 输筋 健腰丸 强筋骨 趋疼痛 砖药 专制 腰椎 筋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息 酸痛 输筋 健腰丸 对 广州 白云山 陈礼记 活脆 冬药 匠心传承 四百多年了 暖冬滋补 时会够 买正宗 加拿大香参 买春正 铁皮石虎 买原产地 温山三七 买江东大品牌 灵芽包子粉 就来2024 江西二套 滋补养生节 媒体搭台 产地直供 正品保证 假一发十 八石头 纹山三七 美金价需 九十九元 西洋参 每克五毛九 铁皮石虎 每克一块五 印尼进口燕窝 滋补特价 每克九块九 深海域原产地 大连蛋干海参 买一斤 松一斤 江中大品牌 灵芝包子粉 买一盒 送一盒 电话订购 货到付款 活动地址 南昌 景岡山大道 飓风大厦一楼 都市严选 远九四医院正对面 景德镇 新桥十字路口 都市严选 华润万家对面 九江江中灵芝 都市严选 长虎大道603车队 公交站旁 我们可以做漂亮的贺卡送给我们的朋友 我们需要的材料有彩色的卡纸 红色 黑色 白色 各一张 还有双面胶 紫尺 铅笔 以及剪刀 将黑色卡纸 裁剪成五个 长为七厘米 宽为八厘米的方块 接下来我们拿出白色卡纸 同样将它裁剪成五个 长为六厘米 宽为七厘米的方块 接下来我们在五张白色方块上 画上或者是 粘贴上自己喜欢的图案或照片 在白色卡纸上 粘上双面胶 然后将它 贴在黑色卡纸的正中间 我们用黑色卡纸 再剪出一个 长为七厘米 宽为二十九厘米的长方形 我们先拿出我们的黑色卡片 然后将它与 剪好的长方形的底端 对齐粘牢 沿着卡片的上端 每隔一厘米 做出一个标记 一共量出四个卡片的位置 沿着画好的四条边 折出印记来 将我们做好的卡片 依次沿着刚才 折出来的印记 粘贴上去 再用黑色卡纸 剪出一个宽约三厘米的长条 将长条按着 长方形的宽的两边 折起 将最后一张卡片 和黑色长条固定在一起 然后我们将黑色长方形的底部 做出一个拉带 用红色卡纸做一个装饰物 粘贴在黑色拉带上 用红色卡纸 我们来做一个赫卡的封面 在可翻页卡片的拉套上 我们粘一个双面胶 然后将它粘在赫卡的里面 这样呢 我们可翻页的创意贺卡 就完成了 是不是又好看又好玩呢 好了 今天的节目 要跟大家再见 这里是每样五点本 准点风险 又长过百分之百 芝麻油 特要播出个提包动的 还是老四干 我是这里 点得各位不见不散 请各位说点逛逛 开心玩乐 可递宝 明天再见 拜拜